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还是婆媳恩怨使奶奶故意下的独守 独守身向亲孙子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去年夏天在东北的一个小农村 这一天半夜伸手不见五指 一个女人手里拿了一个手电筒 从村东头的诊所出来以后 就伸一脚浅一脚的往村西头跑 女人很着急 跑的是气喘吁吁满头是汗 跑到一户人家以后 女人加快了脚步想冲进院子 可是女人太着急了 冲劲太猛 又没想到院门从里面插上了 竟然一下子就撞到了院门上 女人愣了一下 心里嘀咕到 院门怎么会插上呢 女人赶紧拍了拍门 边拍边喊 说妈开门 我回来了 可是等了有一分钟的时间 竟然没人过来开门 院子里静悄悄的 女人急了 又用力的拍门 说妈 你快点开门 我拿药回来了 这时候 里面传来了一个老太太冷冷的声音 不用了 亮亮已经好了 不用你的药了 你回你娘家吧 我们李家可再不敢留你这个丧门心了 一听这一句话 女人一下子就急了 哭喊的 说妈 我不走 我要和亮亮在一起 开门 快开门呀 门不但没有开 反而传来一声关门声 显然是院子里的人啊 进屋了 女人撕心裂肺的哭着 说开门 还我孩子 还我孩子 我不走 看这情形 似乎是一个女人要去看孩子 却被婆婆拒之门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婆婆又为什么管她叫丧门心 要想了解这婆媳俩的恩怨 还得从女人和丈夫的婚姻说起 原来呀 女人叫林红 想当年 那可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大美女 院子里的老太太是林红的婆婆 林红和老太太的儿子李勇 打小就认识 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感情非常的好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老太太就不同意了 这老太太早年丧夫 好不容易把李勇拉扯大 自然希望儿子呀 娶个好媳妇 不过老太太还有个特殊的身份 什么身份呢 老太太是个跳大神的 北方的观众朋友可能知道 跳大神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 曾经盛行的一种乌舞 正式称谓叫做萨满舞 这个跳大神的人自称可以被神灵附体 附体后可以占补治病 去灾除妖 虽然跳大神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 但在我国北方农村呀 跳大神仍然在一定范围里存在 老太太人称王大仙 在十里八村还是有些名气的 在她眼中 好媳妇的标准不只是温柔贤惠 最主要的是要与儿子八字相合 所以她特意要了林洪的生辰八字 谁知经过她这掐指一算 发现两人的八字相冲 而且林洪命中克服 所以说啥也不同意两人结婚 眼见着婚事就要告吹 李勇可不同意了 林洪可是她一心想娶进门的媳妇 于是李勇向母亲明确表态 非林洪不娶 甚至以死相逼 王大仙实在没办法只得答应 但为了能够破掉 李勇和林洪所谓命相克的这个结 王大仙在李勇和林洪结婚前 连跳了三天的大神 林洪过门之后 对王大仙可以说是小心翼翼 言听计从千衣百顺 可王大仙心里始终有这个疙瘩 对她是怎么看也不顺眼 不管林洪如何努力讨好王大仙 仍然免不了因为鸡毛蒜皮的事 被王大仙骂 由于林洪和丈夫的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不管受到多大的委屈 这林洪都默默忍受着 为的就是保持一个和睦的家庭 结婚两年后 林洪和李勇的儿子出生了 取名亮亮 看着宝贝孙子 王大仙每天都笑得合不拢嘴 对林洪的态度也有所缓解 就在林洪以为自己的苦日子熬出头了 某一个从天而降的噩耗 改变了一切 丈夫李勇帮邻居修理房顶的时候 不小心摔成重伤 送去医院以后不久便去世了 林洪感觉自己的天都塌了 这件事就像一团乌云笼罩在这两个女人身上 按理说今后这婆媳俩得相依为命 相互扶住才是 可是王大仙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 他把丧子之痛全部宣泄在媳妇身上 他认定就是因为林洪和儿子八字不合 他就是个丧门星 才弄得李家不得安宁 王大仙非常后悔 当年这门婚事 对林洪是越看越不顺眼 一点小事也能点燃火药桶 两个人的关系闹得非常僵 有的观众可能就问了 说这林洪怎么这么傻 甘愿受王大仙的欺负 大不了就不跟王大仙住在一起改嫁 其实林洪也不是没想过改嫁 不过在这偏远的山区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改嫁并不容易 如果后爹对孩子不好 林洪宁愿不嫁人 另一方面亮亮是李家的独苗 王大仙对他非常疼爱 含在嘴里都怕话了 平日里他不放心让林洪照顾 每天都要守着这个宝贝孙子 生怕林洪把孩子带走 林洪是个老实本分善良的女人 仍然选择跟王大仙住在一起 就是为了照顾孩子长大 完成丈夫的遗愿 所以迟迟没有改嫁 这天早晨王大仙被人请去跳大神了 林洪就带着孩子去河边洗衣服 谁知一回来啊 这孩子突然发起了烧 不但哭闹不止 还老捂着肚子说肚子疼 急得林洪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赶紧到村里的卫生所找村医看 村医检查了亮亮的身体后 给开了些药 亮亮吃了药以后好些了 林洪就带着孩子睡了 睡到半夜亮亮突然又喊肚子疼 王大仙一下子就急了 说咋回事啊 孩子怎么就病了呢 林洪就说 我也不知道啊 你前脚刚走 我就带着亮亮去河边洗衣服 谁知道回来就成这样了 王大仙一听就火了 说你可真不懂事啊 带孩子去什么河边洗衣服呀 林洪一脸委屈 说你又不在家 我总不能放心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吧 再说衣服也要洗呀 王大仙就说 咱们村那条河淹死过多少人啊 你不知道吗 阴气那么重 你还带孩子去 你想想 路上有啥怪事没有 林洪啊 皱着眉头回忆了一会儿 突然眼睛一亮 说呀 我想起来了 我洗衣服的时候啊 水里冒出一条拇指粗的水蛇 吓了我一跳 让我用棍子打死了 王大仙一听顿时脸色一变 坏了坏了 我看孩子呀 八成是撞邪了 被吓掉魂了 林洪吓出一身冷汗 说妈 你可别乱说呀 这不冤无故的 咋能撞邪了呢 这王大仙啊 拉着脸说 乱说 我什么时候乱说过了 当年我说你克里勇 也是乱说吗 你就是我们李家的丧门星 说着说着 这王大仙悲从中来 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说我那可怜的儿子呀 你当初怎么就不信你妈的话呀 你看看你娶这个丧门星 把你害死了 现在又要害我孙子 王大仙这句话 一下子就戳到了林洪的痛处 林洪一句话都不敢说 低着头 眼泪不争气的就流了出来 这时候王大仙一把就抢过 这林洪手中的亮亮 你还愣在这干什么 快点去卫生所拿点药 妈 我下午去过卫生所了 药就在桌子上 王大仙看了一眼 去买点货香正气水 林洪平时啊 就非常怕这王大仙 对王大仙的命令 哪敢违抗啊 所以赶紧跑出门 但林洪哪里知道 王大仙并不是真的让林洪去买药 而是找个由头把她撵出了家门 林洪前脚出门 王大仙后脚就把院门从里面牢牢的锁上了 王大仙打定主意 这种女人一分钟都不能让她留在家里 于是也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的一幕 林洪拿着货香正气水回到家 却被拒之门外 丈夫死后孩子又生病 她被婆婆设计赶出家门 说我那可怜的儿子呀 你看看你娶这个丧门星 把你害死了 现在又要害我孙子 孩子肚痛难忍 婆婆为何拒绝送医院 我已经给孩子屈了鞋 村里的村医看不好 我老太婆自然要脏 孩子喝下婆婆的草药后肚子竟然不疼了 可是婆婆却被警察带走 这又是为了什么 独守身相亲孙子正在播出 一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 林洪不得越发伤心 哭得是撕心裂肺 林洪的哭声没打动婆婆王大仙的心 却引来了左林右舍 邻居们看着林洪也怪可怜的 但也毫无办法 还好这林洪平时为人不错 有几个好姐妹 姐妹们是连拉带劝 算是把林洪送回了娘家 在娘家待的这两天 林洪是坐立不安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也不知道这孩子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到底有没有什么大事 婆婆一个人能不能照顾得过来 林洪左思右想实在是放心不下 就决定回家去看看 谁知林洪刚刚进家门 就给吓一大跳 只见这自家院子里烟雾缭绕的 院子中央的一个暗台上摆着香炉 王大仙是身穿着五颜六色飘带的裙子 是腰间系着长铃 手里拿着一面骨 随着他的扭动 这铃和骨发出有节奏的响声 嘴里还念念有词 王大仙围着着暗台就来回不停的在那转圈 林洪一看就知道 这是王大仙在跳大绳 这种情形林洪看多了 他也没多想也没多看 林洪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儿子亮亮 所以他想趁着王大仙不注意 从王大仙的身后绕进屋子找亮亮 可是这个时候 王大仙已经绕到了暗台的背面 正对着林洪 由于王大仙太专注了 也没关注到林洪 王大仙突然停下了脚步 拿起暗台上的一碗水 是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然后是扑吱一声 就朝暗台下喷出黄色的水雾 与此同时 这暗台下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林洪一下子就停住了脚步 原来啊 他一下子就听出这是亮亮的哭声 护子心切啊 林洪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一把推开了王大仙 看到躲在暗台下面 吓得浑身直哆嗦的亮亮 林洪这眼泪啊 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赶忙上前啊 抱起了孩子 王大仙被推了个裂切 挣扎的站起来 气得脸色发青 你来干什么 我都告诉你了 你不要再打入这个家门 你可真是个丧门星 不帮忙还在这捣乱 林洪委屈的说 妈 你这样会吓坏孩子的 王大仙一听 一下子就火了 说你懂什么 我不知给多少人消灾解难 亮亮是我的命根子 我怎么会吓到他 孩子的病啊 我都治好了 你没看到吗 林洪一看啊 孩子确实没有喊肚子疼了 只是没有了以前活泼可爱的样子 精神状态啊 也不是很好 看得林洪啊 心里很难受 这很心疼 他就对王大仙说 说妈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也辛苦 要不我回来和你一起照顾吧 王大仙说不行 你是个丧门星 万一亮亮被你再害了 我对得起李家的列祖列宗吗 林洪啊 忍气吞声的说 要不这样 我带亮亮回娘家照顾几天 等孩子好了 我再带回来 成吗 王大仙一听赶紧从林洪的怀里把孩子抢了回来 那哪成 万一你带孩子跑了 我上哪找你去 亮亮是我们李家的人 谁也别想夺走 林洪还想说 可是王大仙情绪很激动 生怕林洪抢走孙子 对他是连推带赶的 林洪啊 不想发生争执 伤到孩子 于是被王大仙啊 推出了门外 无奈之下 刚好林洪的弟弟林刚大学放假在家 林刚学的是法律 看到姐姐这个样子 就对林洪讲 说姐 你也太懦弱了吧 你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谁都不能剥夺你的权利 再说了 你不能耽误孩子病情啊 你别怕 我和你一起去把孩子找回来 实在不行 咱们就报警 在弟弟的支持下啊 林洪感觉自己的胆子也大了 他决定啊 要要回孩子 林洪姐弟俩刚到家门口 就听见了亮亮的哭声 他一推开门 看到王大仙啊 正拿起一碗水给亮亮 亮亮来 乖孙子把药喝了 亮亮也不管药是不是苦 端起一碗咕咚咕咚就喝 林洪就纳闷 平时这孩子吃药特别费劲 今天怎么这么痛快啊 林洪赶紧问说 妈 你给孩子吃的什么药啊 王大仙一看林洪来了 脸色啊 立刻阴沉了下来 你管不着 跟你没关系 林洪见亮亮 脸色惨白 似乎非常虚弱 心里啊不仅一酸 他激动的问道 说妈 亮亮的病到底咋样了 你不要胡来啊 王大仙就说 你懂啥 我已经给孩子屈了鞋 村里的村医看不好 我老太婆自有妙方 林洪就说 妈 你到底给孩子喝了什么呀 王大仙神秘的说 这是我的秘方 保证管用 再说 我会害自己的孙子吗 你没看孩子 肚子都不疼了吗 医生啊都没用 还是我的土法子管用 林洪一听都喝了好几天了 吓得这心的都提到嗓子眼了 难怪亮亮气色这么差 什么秘方都别喝了 孩子得上医院去 王大仙也生气了 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你 亮亮能变成这样吗 林洪看到孩子受苦也着急了 坚持要抱走孩子 孩子是吓得哇哇大哭 但这次林洪说什么都不让步 婆媳俩呀 不由得就撕扯起来了 万般无奈之下 林刚就报了警 不久啊 民警就赶过来了 在了解情况以后 对婆媳俩的事情进行了调节 在警方的主持下 亮亮也被带到了省城医院检查 经诊断 原来孩子啊 得了慢性懒尾炎 但是病情有所耽误 已经引起了附膜炎 亮亮最终经过治疗 病情已经稳定了 可是医生却告诉了林洪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根据孩子的症状 医院对亮亮进行了尿检 检查结果显示 亮亮居然曾吸食过毒品 三岁孩子身体里竟查出 有毒品残留 难不成有人有意给孩子下毒 可自己和婆婆王大仙 也没什么仇人呀 警方调查发现 问题出在奶奶给孙子喝的汤药里 根据我们的药物分析 你药里面的碎末是阴素和 奶奶缘何给孙子下毒 是真的愚昧无知 还是源于跟儿媳妇的恨怨 毒手生相亲孙子正在播出 听到这个消息 林洪差点没晕过去 这么小的孩子 咋可能吸毒呢 难道是王大仙对孩子下毒 林洪越想越不对劲 亮亮是李家的命根子 王大仙要对孙子下毒 说给谁听也不信呀 难不成有人有意给孩子下毒 可自己和婆婆王大仙 也没什么仇人呀 事关重大 于是林洪啊 也顾不得王大仙的感受了 直接就质问王大仙 说你到底给孩子喂的什么 王大仙见林洪穷追猛打的追问 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只说是自己采摘的草药 林洪知道王大仙没说实话 就更加生气了 这婆媳俩呀又吵闹了起来 正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敲门声响了起来 林洪开门一看 还是上次来过的那两位警察 其中一位警察呀手里还提着个小袋子 王大仙一看警察又来了 脸色呀就有点变了 低着头站在一旁 也不敢吱声 其中一位警察走到王大仙的跟前 说道 说老太太 你给孙子到底喝的是什么东西 王大仙不敢抬头看 只是低声的说 没啥 也就是自己在山上弄的草药 警察晃了晃手里的小袋子说道 老太太 你没说实话呀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带走了你给孩子喝剩下的药水 根据我们的药物分析 你药里面的碎末是阴素壳 你还是跟我们说实话吧 林洪一听 这肺都气炸了 当场就发作了 说你糊涂了 你怎么能给孩子吃这种害人的东西呀 王大仙低声的说道 有啥大惊小怪的 我平常头疼脑热的 也吃这玩意儿 我种这玩意儿能治病用 听到王大仙这么说 办案民警吃了一惊 他们本以为王大仙给孙子亮亮吃的荫素壳 是为了给孩子治病从别人那找来的 没想到竟然是他自己种植的 如此说来 王大仙的行为已经不单单是愚昧 而是涉嫌刑事犯罪了 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这么做呢 在警察的说服下 王大仙说出了实情 并带着他们来到了后院山脚下的一片水田 民警在李家的水田 发现了一大片鲜艳的花朵 这些花在风中摇曳着 甚是妖娆美丽 原来一年前王大仙在河边发现了一枚奇怪的壳状果实 便随手就丢到了水田里 不久长出几株不知名的花草 越长越多 花是越开越美 还结出了果实 王大仙一开始就觉得这花 妖娆艳丽 非常好看 于是继续播种了更多花草 有一次 这村里见过市面的刘大爷提醒他 说这正是大名鼎鼎的毒花 英素花 就是古时候做大烟的原料 如不铲除将会念成大祸 一开始王大仙吓了一跳 不过他知道大烟有一定阵痛催眠的作用 他回想起小时候 自己的外婆每年都种些大烟 秋天的时候 连根带叶再加上果实一起熬成了大烟膏 然后像宝贝一样收起来 头疼脑热或者坏肚子的时候就弄一点点吃 王大仙心想 这些花不但漂亮 泡水喝还能止疼止咳 产掉可舍不得 再说了 自己又不是制造毒品 种种花 自己治病用用而已 能惹什么大祸 而且啊 别人来找我跳大神的时候 可以泡点水给他们喝 嘿 要到病除 就会显得我呀 更加的神奇 可是还没等婴素成熟 亮亮就病了 医生开的药不好用 他就想到了这片婴素花 于是他摘了几个 这已经成熟的婴素壳泡了水 就给亮亮喝了 没想到孩子喝了之后啊 还真不疼了 但他哪里知道了 亮亮不同只是暂时性的 婴素对孩子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幸亏林宏啊 坚持把孩子送到医院 否则这后果呀 不堪设想 很快 王大仙因涉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 被立案侦查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 是指明知是婴素大麻等毒品原植物 而非法种植并且数量较大 或者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 或者抗拒铲除的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351条的规定 非法种植婴素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种植婴素500株以上 不满3000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 二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 三抗拒铲除的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非法种植婴素3000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 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非法种植婴素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 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由于本案事实清楚 王大仙很快被起诉到了人民法院 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却始终不能认可 他坚称种植婴素的目的只是为了给自己治病 而并不是贩卖 那么他的抗辩理由能成立吗 根据法律的规定 只要明知道是制造毒品的原植物而非法种植 不论目的是盈利还是满足个人享用 均构成违法犯罪行为 因此法院审理认为 王大仙明知是婴素花而非法种植 并且数量较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 由于案发后 其如实供述所犯的罪行 却有毁罪表现 从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两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最终王大仙为自己的冒失行为付出了代价 其种植的2000株婴素全部被强制铲除 自从人类发现了婴素果实的置换和麻醉作用后 这种美艳妖娆的植物就与罪恶联系在了一起 婴素果实是提炼鸦片和海洛因的原料 被称为死亡之神 如果长期使用婴素及其制品 严重时可能对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造成损害 有时甚至会呼吸停止而死亡 使人的生命在麻醉中枯萎 在迷幻中毁灭 而在我们本案中 王大仙出于对孙子的爱 竟然做出了愚昧的事情 我们说 有时候愚昧的思想和毒品 一样可怕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她意外流产后 担心婆婆职责 偷偷买来一个儿子 把孩子抱回家之后 婆婆高兴的呀 嘴都喝不拢 谁知儿子发育异常 她想退回孩子 却遭卖家取决 当初我给你的时候 孩子是好好的 谁知道顺势你养这么大 出了问题 脑瘫的儿子成累赘 她究竟该怎么办 儿媳惹上麻烦事 明日播出